字幕視頻繁Switch 字幕視頻繁 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台北股市再漲130點 幾乎收最高 IP股還是很弱 對不對 昨天四星跌停 我也告訴同學 我們準備找買點 還沒有買 今天我們設定的價位有到 但是到了以後又在那邊振來振去 我們看一下籌碼 我們認為明天應該可以買 創意呢 它公佈它四月的營收 好爛 但是創意今天打下去 又被人家買上來 對不對 雖然營收很爛 但是低點也已經過去了 所以也不會再做重挫了 今天比較讓我意外的是 艾普算拉回的幅度比較深 但是我發覺到12點的之後 好像似乎有買盤在偷偷再買 從361塊一路買到367塊 那明天就很重要了 明天到底能不能在這裡開高走高 就非常重要 系列今天跌破400又上來 勵志今天還在漲 齊鴻雙鴻還在漲 齊鴻雙鴻已經漲這麼多了 外資又調升平等到900塊 沒關係啊 你要買就去買吧 其實七紅雙紅 它的什麼你知道 它的融券還滿多的 我發覺艾普的融券太少了 融券太少在這裡拉起來就不太有力量 前面的時候從355一路漲到555 那時候融券很多 現在融券大家不放空了 阻力拉起來也覺得異性攔山了 不過明天就不太一樣了 對不對 上全昨天漲停板 很多同學都在說 老師你不是說127以上賣掉了 有賣掉的也是賺錢賣啊 對不對 沒賣到的賺更多啊 今天呢 今天我就叫會員127買啊 收盤129啊 對不對 127 同學買得到買不到 當然應該是買得到啦 因為我很早就call了嘛 對不對 來看一下 上全持股續報 要買等拉回在127元 我就一個價錢 我就一個價錢 好 來看一下 127 今天最低點就是127 收盤129 今天外資跟投信都在買 對不對 我有跟你講矽光子的嘛 127你看最低是不是127 127成交幾張 我們來看一下 127成交100多張 應該是買得到啦 100應該是買得到 買不到也沒關係啦 反正前面都有了嘛 重點在明天IP股應該要動 明天IP股應該要動 對不對 好 加Line 分享標股的攻擊模式 5月7號 四星法說外資大砍殺跌停 能買嗎 再看一天不必賭 對不對 我們在3250塊以上 這個有一些做短線的都賣掉了嘛 我們是有賣喔 所以才可以再買喔 不是說從3600買到3100買到2835 沒有每天買的 我告訴你每天買 就像我愛普也沒有每天買的啦 我在這裡告訴你 台股收漲192點 外資還買216億 投信買48億 選股很重要 當然要研究籌碼 否則外資大砍殺 也不是同學能夠擋住的 對不對 像昨天四星看一下 對不對 昨天四星是不是跌頂版 你看外資砍了多少 1000多張 外資賣了1200多張 你擋得住嗎 你擋得住嗎 你擋不住嘛 對不對 所以同學 也不是叫你每天買的啦 我們在這裡 3270 3270 這兩個點很準 那來看一下 創意外資買296張 資檢 籌碼算上安定 但是今天喔 你看一下今天 今天創意打到1250 馬上拉到1335 1340 馬上拉到這個缺口 你看一下 它是不是今天下影線很長 昨天下影線也很長 今天下影線也很長 就是打下去被人家買上來嘛 其實創意在IP股裡面算強的 為什麼 因為這條叫月線 它已經站上了 你看這裡有一條月線 它已經站上了 我們來看一下 四星是這根漲停板過月線 但是月線還在往下滑 所以它又跌破月線了 對不對 來再繼續看下去 M31月線連過都沒過 對不對 力旺還算強喔 力旺現在在月線左右 所以我覺得這裡有寫力旺 對不對 有寫力旺 力旺的高低點 雖然沒有中 但是也是不錯 艾普昨天投信又買62張 自行商買51張 第一季的毛利率46%不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 艾普今天外資賣了1000多張 照理來講外資賣1000多張應該殺很深 但是很奇怪 今天你看 殺到361塊 我同學問我說 有會員問我啊 老師要不要殺 我說殺什麼殺 我說362塊 老師交到258 你願意買的話 你就買一下 收盤拉上來 一路往上拉 對不對 同學看一下 看一下 我在這裡告訴你 日KD是往下 但是小時KD已經在這裡 有一個底部出來了 半小時30分線已經佔上了 佔上了多頭攻擊線 因為30分線嘛 30分線已經佔上了365了嘛 然後15分線已經上去了嘛 15分線今天收很高嘛 所以15分線是1234 連續拉4跟紅K耶 有沒有看到 但是你這樣就算強嗎 不算強耶 真的啊 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個空投排列啊 它本來就是空投排列啊 這裡從355漲到555 它355 你看看這一天是361嘛 隔天開高走高拉到漲停板嘛 397.5 這邊外資就進來買了嘛 外資前一天還大賣喔 隔天進來買3000張啊 再隔天進來買多少 4000張啊 連續兩根拉漲停啊 那外資今天也是大賣啊 那明天會不會拉啊 那你就注意一個啊 375塊啊 五日線跟月線剛好糾結在那裡啊 對不對 網路上很多罵我的啊 都說啊老師啊 艾普你怎麼天天介紹 每天再跌你還介紹 再跌 我問你 他有沒有破低點 沒有 資源破低點 我資源叫你不要買 我說限增價300億會破 真的破了 你資源也怪到我 怎麼樣 明天艾普會不會漲 我不知道 好 那會不會漲你不知道 再來看一下籌碼 明天要不要衝艾普 明天搞不好我要衝艾普 我告訴你 我每次衝艾普都賺錢 每次賺都賺120塊 10張就120萬 那明天要不要衝 來看一下啊 注意看一下啊 在這裡看一下 集貿72塊了 有同學認為艾普很爛 那你去放空啊 你看一下他空單有多少 課位數而已啊 你知道500多塊的時候空單有多少 這裡的時候空單有多少 4000多張耶 4000多張耶 所以拜託你們去空嘛 空用力一點 他才不會跌嘛 看不好就不要買嘛 對不對 我時常告訴同學啊 看節目做股票 你看不好你就不要買 沒有關係 買了套牢又在那邊罵 那你就賣掉嘛 老是賣掉賠錢 賠錢你就賠嘛 任賠嘛 換別的股票嘛 又捨不得又愛罵 那要怎麼辦 要來找我 好 重點是明天會怎麼動 好來看一下啊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 今天是5月7號了嘛 對不對 明天5月8號就我發嘛 所以他明天要必須站上 無日線跟所謂的月線 好 他今天下午法說了 欸 法說看一下 法說到底講些什麼 5月7號下午法說 會賺 很會賺 今日舉辦法說 受到匯對利益帶動 單季稅後盡利 年增高達百分之四百九 等於快五倍啦 欸 年增快五倍耶 單季EPS2.27 展望後續 艾普夾獨特的3D堆疊技術 瞄準龐大的AI3G 還有HPC高速傳輸 後續業績將樂觀看待 第一季營收7.48億 季減35.7% 年增3% 營業毛利 但是重點是 它的毛利率46% 創下最高 對不對 艾普表示 第一季雖受到季節性 銷貨波動影響 但是在IOT的事業 高毛利的產品都提升 所以會不會動 今天投信還是沒賣 投信買兩張 買的沒有你多啦 我知道了 投信買兩張 明天IB股要動 它會不會動 你認為呢 老師 其實我340 350那邊我又買 昨天最高點394 392.5 有一個網友 他加入我的LINE 他說昨天他在392.5賣掉了 很高興賺錢了 今天那362 網友講的 網友不是我的會員 網友講今天362 他又買回來 重點不是在昨天跟今天 重點是在明天 明天會不會漲 會不會出量 會漲到多少 這比較重要 對不對 你看 同學他的法說出來了 看一下 加LINE 加完LINE 我也寫這些東西給你 這我也不用寫太多 我寫幾個字就好了 你只要記得 他的盡力年增5倍 後世樂觀 就這樣子 明天會不會大漲 關鍵點 漲上來要有多少的量 要佔上什麼價位 下班長再回來 第二 跟人幾個字 幹嗎 暴通國際 投筒 誠信至上以客未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成就精彩人生 團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户 第二 絕不怕大技巧華仲取船 第三 所有股票代盡一定代除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02-7725-9668 万通国际投顾 诚信至上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成就精彩人生 环队三大保证 第一绝对正派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绝不夸大计较华仲取宠 第三所有股票殆尽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您需要一盏明灯 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02-7725-9668 欢迎各位回到现场 这个大盘一直创新高 很多同学最近 从过完年以后很闷 为什么 因为过完年以后 IP股都在跌 对不对 IP从555跌到345 最低点 现在大概366 367 老师会不会再回到555 我不可能跟你讲一定会或是一定不会 但是外资说上看666 上看666那今天为什么卖那么多 现在卖蛮多的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今天 IP今天其实是把人家卖下去又买上来 来我们看一下 你看今天外资卖的多不多 真的蛮多的 1000多张 但是投信跟自营商都还在买 投信自营商都还在买 那外资为什么要卖那么多 我也搞不清楚 对不对 因为外资 看 世新昨天卖1000多张 打到跌丁了 今天卖100多张 外资投信自营商都在卖 对不对 创意呢 创意今天 外资卖76张 但是自营商跟投信都在买 老师 营收不好为什么还在买 好 重点 营收不好是过去的事情 上权 老师 外资买600多张 投信买 自营商买 老师明天会不会涨停板 会涨停板你就赚钱了 对不对 老师那我明天来那个上权 来做现股当冲好不好 开太高就不用了 今天上权 外资投信自营商买 对不对 来我们看一下 一档股票 来看一下 你看双红 双红今天还拉尾盘了 已经快创性高了 你看外资一买一卖一卖一卖卖不下去 今天又买 那为什么双红跌不下去 因为他的空单有1000多张 那艾普如果空单有1000多张 他搞不好就拉两根涨停了 没有人要空对不对 说实在融资也少得差不多了 融资也在低档了 会买的人也不会卖了 会卖的也不会再买了 空单就尽量空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明天IP股是蛮好玩的 我们来验证一下 老师那明天我来做IP股的当充 加赖 因为高低点你要知道 对不对 高低点 而且我昨天写的很准 世新法说还不错 但是外资一路卖 从5月6号 5月6号还狂砍1200张 先看2750能手稳再买吧 老师还是蛮准的 是不是第一波打到2750 就拉到多少 2875 第二波又打到2750 又拉到平盘 后来就没有打到2750以下 收在2760 明天这支股票 搞不好就可以做现股当充 做一张也漂亮 一张也很好做 一张也很好做 对不对 说实在 你看一下双红 双红是从100块涨上来的 涨到800块了 结果你看一下 外资升目标价860 你说这外资是不是猪八戒 它在100块的时候 它不跟你讲860 它已经涨到800块 才跟你讲860 对不对 日系外资看八字头 所以同学 该怎么做 加赖 加赖 我们明天要开始动作了 今天也有动作 今天就是买这个 上全 127 那你昨天涨停板 对不对 我没叫你开盘试驾追 我说127 还真的买得到 今天外资投信资讯商都买 明天涨停板 12的货 会不到140 我不知道 不过最少今天的高点 会来吐一下 吐一下下 所以同学 就像我这里讲的 当充隔日充 波段 我们都是实际操作 我们在这里 不是跟你获利的保证 对不对 当初创意 股票要会买也会卖 这里买 这里卖300块 这里买 这里卖200块 这里买 这里卖500块 创意的价差 我赚了1000块钱 好 前面你跟着我赚了1000块钱 这一波你买 如果赔了 两三百块 你也是笑一笑而已 对不对 笑一笑而已 不然 我再带你做一趟价差回来 老师 能不能做价差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好不好 我今天有没有带同学做价差 创意早上卖1310 1260买回库存留着 50块 一张5万 10张50万 来 只做一张 我们带会员做 就是这样子做 同学 我们带会员做 就是这样子做 有买有买 不是天天叫你买 我说实在 天天叫你买 你也没钱买 你怎么会有钱买 对不对 天天叫你买 你也没钱买 你怎么会有钱买 对不对 有的老师股票很多 一讲一讲司机党 又有大同 广达 伟创 既家 旗猴 旗猴 双猴 大 这讲起来是一妹妹 又有鸿海 十几党 那我问你 你要多少钱 你才能跟着他做 后来买十张就一百多万了 对不对 像我们的同学 我们的会员 陈月亮小姐 她爱普就十五张 李小姐爱普也二十张 那前面有赚到的 已经获利落贷了 后面买的 在这里还没有赚钱 但是我答应她 未来要让她赚钱 就像前面我也跟你讲 创意我帮你赚了一千块钱 这一波在这里 差个两三百块 没关系 价差帮你赚回来 对不对 就像我讲的 当冲隔日冲 跌下来 每个老师一定看坏的 355的爱普没有人看好 涨到555 每一个都说她有爱普 对不对 今天爱普跌了14块钱 也没有人看好 明天涨个28块 每个人都看好 同学就是这样子 那今天谁在卖的 今天不是自营商 也不是投信 今天外资在卖的 那老师外资怎么 会卖这么低的位置 这就是外资 来 给你看一下进出表 稍微 稍微瞇一下好不好 券商进出表 稍微瞇一下 稍微瞇一下 今天外资在卖的 但是也有一些外资在买 那这一些在买的外资 我就搞不懂 美林买274张 对不对 你看 买368嘛 几乎收盘 对不对 好 重点是 台湾摩根卖很多 也卖368 卖815张 美商高盛卖了266张 这两个券商加起来 刚好1000张 这两个券商不再卖 明天就飙涨 所以同学 验证验证 赶快验证 赶快加赖 明天我带你做献股当冲 献股当冲 冲冲热 转掌停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